作词 李宗盛 現在再問一條六千萬的問題 為何我們今次會來紅街市的? 仗普通? 本來紅街市,明年就要重建 住這附近的朋友,可能以後買菜要走遠一點 紅街市是澳門唯一座被列入澳門文物明錄的街市建築 而紅街市樓高三層,後面一層是賣菜 第一層是賣海鮮,而最上面那層是賣肉 而紅街市每一天的營業時間是早上7點到晚上7點半 而在紅街市附近還有很多有住十幾年歷史的小店 就住我們身後的龍天燒蠟和很多不同的水果檔 在紅街市附近最著名的就是我身後這一座月色茶樓,龍華茶樓 這裡很多明星來過,還有很多電影的拍攝場景 鵝黃色的外表令龍華茶樓非常顯眼,在澳門已經很少這種顏色的建築物 紅街市是老一輩人的回憶,但隨著紅街市重建剩一年不久的時間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就多些陪家人來買菜 雖然紅街市拆了之後都會重建一座新的街市 但就沒有了紅街市本身的那份風味和懷舊感 今集的小勝遊記就到這裡,我們下次再見,bye bye